哇塞 哇塞 老闆哇塞 你看兩隻都過來了 最高紀錄應該是同時養十一隻 他把他咬破然後整包拖出來 地上都是米 然後回家就是他的頭上 臉上鼻子上都是米 你怎麼撩我裙子 今天我們這集算是重磅登場 我們的主題是大型犬 先歡迎我們歐美健壯風格的Loki 然後他品種是杜冰犬 他今年是2.5歲 體重有42.5公斤 還有我們韓系歐巴的Oreo 你看一下 他今年4歲是蘇格蘭牧羊犬 然後30公斤 我想看看這兩隻狗狗到底有多大隻 可以請媽媽幫我們帶在中間站起來嗎 他們真的很大隻耶 因為像我們家珍珠 大概只有Oreo的一條後腿吧 我很想要牽Loki耶 可以嗎 你還可以跟他試試看那個坐下跟握手 他會嗎 他會他會他會 他會理我嗎 有食物好不好 要有食物 Loki 哥哥你行不行 可以 他坐下了 沒有是媽媽叫他坐的好不好 但是他沒有對到 他坐下 你搶 我要拿出我的王牌囉 坐 你看兩隻都過來了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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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好 你摸摸就好了 沒有才藝 他漂亮就是個才藝的 照顧大狗狗對你們來說應該還是算蠻吃力的吧 為什麼不是養那種軟蒙的小犬 因為我們家以前是養德牧米克斯還有德牧 那我從小都是喜歡大型犬 就喜歡大犬 對 那成家以後 他是我養的第一隻狗 以前年輕的時候很嚮往杜碧 現在算是原因跟夢想 其實我有七隻 七隻 七隻 樹木就是可莉牧羊犬 然後我的第一隻狗是Loki 是在那個臉書的社團看到南澳消防隊在送養 然後我們就開車去把牠帶回來 陸陸續續又從犬舍帶回退休的狗狗 然後有救援收養 就這樣有七隻 我有養過小型犬 最高紀錄應該是同時養十一隻 那同時也有大的嗎 十一隻小狗的時候應該是兩隻可莉 大型犬跟小型犬啊 因為你同時都有養過嘛 那你覺得牠們在個性啊上面 有沒有什麼比較明顯的差異 大狗就是一個人 就是你的朋友啊你的家人 大狗就很好溝通 你可能跟牠說話啊 或是一點指令牠就懂 但小狗牠就是 比較常用肺膠來表達牠的情緒 或牠的需求 就像小朋友一樣嗎 對 我們看一下那個 同時有七隻大狗的影片 誰先 我們在餵那個烘乾的壓氣管 那像你們養這種大狗狗 居家環境有沒有需要特別設計什麼 年紀小的時候會搞破壞 我們有一隻 就是從85天開始養的可莉 牠大概破壞了12個尿盆 然後一台冰箱 冰箱 青少年大概六個月到一歲左右 非常調皮 不是我可以聽一下 為什麼會破壞冰箱嗎 牠怎麼破壞的啊 知道 牠把門扯壞嗎 牠可能看我們就是會開冰箱 然後牠用嘴巴去把那個把手咬開 咬開之後再把旁邊的邊條咬下來 咬爛 那門打開了 牠就把抽屜打開 然後裡面有那個沒有開過的米 哇塞 牠把它咬破 然後整包拖出來 地上都是米 然後回家就是 牠的頭上 臉上鼻子上都是米 Loki他 牠自己在家裡的時候 牠是不會拆家 但是因為安全考量 所以我們要出門 只留牠在家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房間的門都關起來 讓牠在客廳就好 如果說有一些 不能給牠碰到的東西啊 就要先收到高的地方 或者是櫥櫃裡面 不然牠那個體型上去 直接就可以拿走了 其實牠很容易就破壞 對 高度對牠的人都不是問題 想要幹嘛 牠就直接上桌了 所以桌子上面 如果有菜的話 就要先把它帶開 這個是哥哥的背包 哥哥背著的時候 牠就直接一口下去 傳說中很耐咬的 Toffee的完成 咬不壞的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是來我家第二天 三口就壞了 第二天牠就這個樣子 那也是三口啊 第二天 對 布偶 牠放在車子上 然後就不要給牠拿到 可是你們看就知道了 牠就 高度對牠而言真的不是難處 他們的伙食 一個月大概多少錢 我保守估計是五千 最基本 最基本 就是我其實也不太敢去想 主要是吃飼料 然後就是還會搭配生肉泥啊 然後或者是雞胸肉 然後跟一些罐頭之類 那算吃的蠻克服的 對我已經沒有給牠很奢侈的食物了 可是我最好奇的就是養了七隻的 養一隻就五千七隻 光吃那個生肉骨 然後再加魚油 醫生源 營養粉 然後預防藥 應該都有兩萬塊以上吧 是像這種大型犬啊 去外面的寵物美容啊 或者是自己洗 應該都很麻煩吧 Loki的話 我們是自己洗 第一就是出去洗很麻煩 第二就是費用又很高 然後我一開始幫牠洗澡 主要是吹乾的問題 會比較麻煩 因為牠很大隻嘛 然後我用一般吹風機 就是要吹很久 而且還吹不乾 所以我後來就是養牠第二個月 我就去買了一台寵物吹水機 就是那種美容院在用那種 強力的吹風機 很適合吹落菸那種對不對 對就是那種很強力的 才有辦法在時間內把它吹乾 因為那個吹風機其實也不便宜 所以我一開始買的時候 爸爸就會說 怎麼買這麼貴的東西 可是他用過一次以後 他就再也沒寫了 那七隻的話 要怎麼吹 從中午吹到晚上 四年前就是有朋友找我們一起開店 我那時候有三隻嘛 我想欸 那如果自己開店 洗澡就不用錢啦 因為我們以前送洗的時候 都會遇到就是 有一些店家他不熟 或者是他收很高昂的費用 可能洗他可能要三四千塊 四千五這樣子 所以我們家的小店規劃就是 我們是大狗狗友善店家 然後預約的話 也以大狗狗為優先 那所有的美容設備啊 澡盆啊 保定的東西 然後電檢之類的 我們全部都以大狗為 主要採購的考量去規劃 那大狗能用 中小心犬就一定可以用 平常帶他們出去散步 次數要很多嘛 你是要一次六七隻 還是一天六七趟 一天差不多七趟喔 因為早上就分兩趟嘛 然後中間只是尿跟尿 也是一樣男生兩三趟 然後女生兩三趟 那早晚都會大概各有兩公里左右 一天三次 那可是會固定 有一次一定會 但他就是小跑步 會有突發狀況嗎 他其實對其他的狗是還好 但是他的禁忌就是 不能讓其他的公狗搭在他身上 那幸好我就是有用千繩 把他扯住拉回來 養大型犬我覺得千繩其實還蠻重要的 對阿應該會直接被拉走 對因為他們的力氣實在是很大 所以我那時候試了很多種 我後來是有找到比較適合是這種 你拉力的千繩 他這裡這一段的話是有一個緩衝 所以他不會瞬間幫你 他不會有一個瞬間把你扯走的力氣 他就是有一個緩衝的力氣 這很像那種高通 彈跳 對那種對不對 而且他這裡有個扶手也有一個緩衝的 男主角女生 我是自由之生了 去找爸爸 以前去人的公園的時候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家長 他會跟我們說 欸你這個狗這麼大 你也帶出來 然後或者是說你這樣這麼大 會嚇到小朋友欸 我覺得大家可能是對大狗比較陌生啦 其實每個提醒的狗 都有牠們可愛的地方 像我有小孩我女兒五歲 然後我們通常就是帶狗出門 有時候我女兒也會 一起去 大概家長有時候看到這樣的畫面 就不會這麼害怕 就會好 可是如果沒有帶我女兒的話 會 牠們就會比較緊張 牠會可能就跟小孩說 狗狗會咬人啊 你不要靠近這樣 大部分看到牠都是先閃啦 會示好的 而且牠是比較威風 對 而且牠又長得壞人臉 所以一般那個中小型狗 看到就是先閃再說 示好的很少 除非真的很愛玩 假日的話 我會帶牠去一些狗公園啊 然後或者是比較有多狗聚會的地方 會讓牠有機會去接觸其他的狗 因為畢竟狗狗社會的話很重要 逛街就會很容易遇到小朋友 就是小朋友就說 哇大狗狗 然後就要摸牠 然後可是 家長啊 就是會 像看到鬼一樣 就是說 不要摸大狗啊 對 那因為我也有小朋友 所以我可以理解家長他的心情 可是 老實說 不是只有大狗才不能摸 對應該是說你不管是什麼狗 都要問過 對你都要先問過主人說 我可不可以摸牠 然後再去跟狗狗做接觸 這個樣子會比較安全 沒錯 而且對狗狗而言 這樣也是一種尊重 大型犬 如果要進去某一些特定場合 需要有推車 不然就是用運輸籠 對 基本上他出門 我們就是讓他坐自己家的車啦 因為那個 願意載大型犬的計程車 幾乎沒有 我只問過一次 然後等了半個小時都沒有回應 你又怎麼了 又有什麼問題嗎同學 像剛剛Loki媽媽有說啊 你通常都會帶牠去狗公園之類的 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兩位 有沒有什麼可以推薦給我們 養大型犬的觀眾朋友 可以帶大型犬去的地方 彰化路和訓犬學校 然後 它那邊有很大的草地 還有游泳池 還有在新竹的地墨家遊樂園 它也是有草地然後游泳池 我們有帶牠出去外宿過兩三次 就是有去墾丁的新冠會館 然後最近一次是去嘉義37號民宿那個地方 對 雖然牠們都不是真正的為了寵物而打造的民宿啦 但是牠們都是寵物友善的 就是愛狗 愛狗 所以店主牠們都對狗狗很好 然後如果是假日一天的話 我就是會帶牠去台中 西大敦公園那一邊 大狗真的需要地方跑 那是綠原道嗎 欸哥哥你又嚇到牠 牠剛快睡著了 那今天我們也邀請到了 生寵動物醫院的廖醫師 嗨大家好我是廖醫師 醫師我想請問就是 大狗狗是不是最容易的 我的問題就是容易過胖 欸對欸 對不對 因為牠們真的蠻會吃的 醫師你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大狗狗過胖的標準嗎 可以先用看的 因為通常就是會看不到肋骨 如果看得到的話那就是有點太瘦 那另外就是我們會開始用摸的 首先的話你可以先摸它的兩邊的肋骨 如果是覺得 欸還蠻容易摸得到骨頭 然後上面只有感覺一層薄薄的脂肪覆蓋的 這個身材基本上就是標準的 脊椎也蠻輕易可以稍微摸到一截一截 也是只有一帶薄薄的脂肪蓋住的話 這也是標準的身材 對但如果再稍微胖一點的我們就會覺得 好像要就是比較用力才開始摸得到骨頭 那這個可能真的就是有點胖胖要稍微減肥 所以Loki算是身材不錯的狗狗 對阿Loki很標準 真的嗎 對阿 肚邊這種殺心犬啊 是不是很容易有這種髖關節的問題 對因為而且我在國內外啊 我都有看到那種就是後肢有癱瘓的肚邊 所以我也蠻擔心的 這個一個很重要就是像剛才說過 對我們真的是要讓他們多運動 然後因為他們那個體重很重 所以他必須要有足夠的肌肉 來支撐自己的體重這樣子 所以一定是要多運動 然後飲食的控制 對那很多人會就會幫他們補充一些保健品 像是軟骨素啊然後葡萄糖胺 甚至是一些濾唇被之類的 像他們現在這麼年輕 我們可能比較不擔心就是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年紀越來越大一定就是開始會擔心 那這部分的話也是也會建議就是定期就帶到診所去 給醫生摸摸他的關節啊甚至拍拍的時光 那看看是不是開始有些退化的話 也許就會開始建議要補充這些營養 這幾年因為工作的關係遇到腫瘤的狗狗很多 然後那些腫瘤的狗狗全部都是胖狗 因為肥胖真的也會造成很多問題 不管是腫瘤或是對心血管對就是骨頭關節 這些肥胖會造成問題真的超級多 跟人真的很像 平常也是要帶牠們就是多運動跑跑這樣子 跑到指紋都瘦了這樣子 而且我發現就是你有固定散步習慣的狗狗 當然有一定的距離啊 牠其實情緒的穩定度是比較高的 對對對這也是一個紓壓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謝謝醫師也謝謝兩組來賓 跟我們介紹他們養大狗狗的經驗 無論你養什麼寵物之前都要好好的評估自身的能力喔 那懵懵懂懂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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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看 不給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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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